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文川大地震 应秀镇宗纪念馆 它的占地面积是8800平方米 是分为地上一层地下一层 我们进去看一下 那边是前沿 还有应该是代表地震波及的范围 2008年5月12日2点28分 当年文川大地震涉及的范围非常广 四川 甘肃 陕西等10个省市区 417个县市区 4667个乡镇 这应该就是应秀镇的花园模型 每当看到这里心情就非常的悲痛 这里应该就是悬口中学了 刚才我刚看过 最希望天底下没有地震 可以看到山上有泥湿流滑坡 就是一目了然的 都是非常的沉稀 都是非常的高度还原 当年的这个惨烈的场景 一方有难八方之远 一方有难八方之远 这是当时在线来自城河各地 捐献的这些物质 有面包矿泉水 真的非常感动 非常感谢这些黄鲜 我之后的这张图片呢 是北筛县城的场景还原图 后边有一堆这些废弃的车辆 都是地震中舍毁的 可见地震的强度非常之高 这是展出的当年线抗震 救灾指挥部的一些用品 有喇叭 还有这个无线电 还有电灯收音机 各种车辆的通行证 我们看到前面是一些抢险队员 和一些医务工作者 必备的一些设备 还有工具 水壶还有碗 这些急救包 正是因为他们 保证了抢险工作的完成和进行 重庆卫生 湖北疾控疾病控制 感谢他们 还有这个是消毒箱 当年用的水泵 三脚架 还有这些摄像设备 我们现在来到了二楼的展厅 地上部分 可以看到地下是废墟 地上是重建 在废墟上重建家园 这个寓意设计的非常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投资